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May Design League 咪咪設計的猫 我是阿哲 今天我要介紹一款手機遊戲 它的名字叫CYTUS 它是一款訓練你的節奏感的遊戲 就是 裡面的遊戲就是要你打節拍 放音樂然後給你打節拍 類似這樣子的 然後它是 它是由我們國人製作的遊戲 那我們現在就來玩吧 它裡面有 蠻多音樂的 然後這是它的公司 然後它說要戴耳機比較好 這是它的音樂 大聲一點 然後呢 先教大家怎麼玩吧 它這邊遊戲都有 開始那個遊戲畫面就是一條線這樣然後還有圈圈 然後你要 點到線剛好進入圈圈 最好是中間的地方這樣 就像這樣 是不是很容易呢 然後它有滑鍵的地方就是比較 進階吧 就是你要滑過去這樣 然後也是 當然要線到的地方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這次比較還好 這就是你要 線到的時候你要一直按它 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呢它大概 它有18首加一首隱藏的歌曲 然後每一首歌的都有Easy和Hard兩個等級 然後它這邊呢有 寫等級數 有1到9都有 像Easy它是 它設定是1 Hard這首是5 然後這首Easy是4 Hard是8 它有很多啦 很多種 你看這首是9 9是最難的等級 所以裡面的東西 裡面也 越來越困難 然後上面這個是分數 就是你玩分 你每點 你每點一個圈圈就有一個分數 然後加起來 滿分就是100萬分 然後你至少要 你至少要70萬分才能夠這個 這一關才算夠分 才算過關 然後 你Easy 至少要玩到80萬還90萬以上 才能破解它這個Hard的歌曲 還有後續的 後續這幾個歌曲都是要破解而來的 嗯 差不多 應該就是這樣吧 然後先帶大家玩 怎麼玩 對 開始畫面這邊 它這邊呢有 就是圈圈出來的動畫 看你要 它這邊有 Default 然後group 還有none Default它就是 一個一個慢慢出 這樣就是 動畫 對啊 就是慢慢出 然後group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group 就是 我突然會怎麼講 就是一團啦 一團就會跑出來這樣 這 我 然後那我不知道 然後group 我是覺得group比較好 就是 辨識力比較高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Click FX 開了之後你按一個它就會震動一次 所以我就 我就很煩了 所以 多看它 我們開始玩吧 先玩最簡單的 你看 這樣按 其實玩久 真的會 比較 剛剛good 對它有perfect和good 然後再壞的話就是bad 然後最後你沒 最後就是你沒按到就miss掉了 所以你盡量要這樣靠著它 然後它 都有 大部分都有那種節奏 要不要 跟大家介紹 就是 看bad會怎樣 你看我太久按 欸 它就miss掉 你看 然後我太久 就是 也是啦 就是 太久沒按的話 也會bad或miss的樣子 然後它上面有 這個combo 就是說你要 perfect按good 它才會那個combo 才會記 剛bad的話 你看它combo就重記了 然後分 你分數不會比較高 這樣 差不多就這樣了 因為這分數應該蠻慘 不要不要 那我們玩 玩比較難的嘛 好 然後 我是沒跟大家介紹到 就是 你70分以上的話 你會到c 然後80分以上是 就等級 80分以上是b 然後90分以上是a 然後像95分 我剛剛講的 就是 幾十萬分啦 然後95萬分是 就會變成這個s 然後 100萬分就是這個master 扯 然後 這玩比較難對吧 你看這個速度就很變快 然後建議大家在玩的時候不要像我這樣子 這樣子立著玩 這樣很難玩 真的 講真的很難玩 建議大家就是平放在桌上玩 或是 找個東西來立著 不要像這樣 用我的手來立著 這樣真的很難按 然後這關因為是玩蠻多次的 所以我還蠻熟的 可能新手玩就 不會那麼熟這樣 我還蠻熟的 誰敢講就 我不管他 我覺得這 除了訓練節奏感 還有 也有訓練你手指的靈活度 這也不錯 對然後他 大家有沒有發現左右 他有個黑色的東西 就一直在動作 這邊這邊 他 就是你 可能抓不到節奏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是沒怎麼在看啊 因為 沒時間看 就是 是沒心情看吧 因為看這些圈圈就覺得很麻煩 有沒有看到 圈圈 不是圈圈 那個 旁邊這隻 黑的 對 我回來了 就 就我直接跳過那一段 就 玩完了 對啦 其實這分數並不是很好 逆死太多了 其實我很多幾乎都是這個在桌上玩會比較好 你看這個 像他這樣子的話 87萬分 他的等級就是b 因為80萬以上就是b嘛 然後上面呢 有很多 就是說 你perfect了幾個啊 就你按幾個perfect 然後你按出幾個good 然後幾個bass 幾個miss 你看15個miss 因為很多都miss掉了 然後again就是 再玩一次嘛 再玩 然後next就是 就是你看你要玩哪一關 這邊就是你可以分享到 Facebook或Twitter 然後這邊有miss combo就是 你最大的那個連續的 點的數量 142 然後我想 這一次的介紹應該就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然後 應該就是這樣 沒什麼要介紹 然後如果你想要玩這遊戲的話 這遊戲在 這遊戲呢在那個 iOS和Android上都有 就是 你iOS的話就 在那個App Store上 打Sitters就好 然後 如果你是Android使用者的話 你就在那個 你的那個 Play Store 上面打 CYTOS 或是 或是你上過找 CYTOS 也可以喔 那 這次的介紹就在這邊結束了 跟大家說 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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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